高宏安的风暴现在是越演越烈 好像看似在查他的这些账 但似乎是在钳制高宏安 去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来持续追查一下 就职前急查高宏安 民进党你是怕新竹的大秘宝曝光吗 我们先看到这个60万元交保 目前高宏安是出来了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就说到 剪掉光是交保这个动作 就证明大动作搜索高宏安 失出无名 后面肯定有其他因素和压力 目的是办成这个案子 要把高宏安给办起来 而且要让高宏安看起来就是有罪的 另外另外立委 前立委郭正亮也提到 这个案子已经吵了一阵子了 非得急得在12月25号就职前 给高马上下一个马威 不禁令人质疑 这个新竹大秘宝到底有多不可告人 得施加如此大的压力给高宏安 不让他去查呢 目前来看到说 其实当时北检一查完之后 第二天马上挂起民进党的党旗 这到底是质疑还是在抗议 这个也被称为行动艺术的行为 让大家留下很多的猜想 那民进党发言人林静怡就提到 民进党绝不可能介入 这是应该有人恶作剧 离谱之急 北检应该要查清楚 那我们看到国民党副发言人杨志宇也提到说 相信司法会做出公正判断 知识评论员朱凯翔就提到 在北检顶楼升民进党的党旗犯什么罪 是泄密罪还是怎样吗 但这个动作确实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端 我们往旁边看到过去 新竹棒球场当初的经费3.5亿 暴增到12亿将近快4倍 找来了MLB就是美国大联盟顾问来做一个场刊 结果做出来的新竹棒球场 我们都已经知道就不用再赘述了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就提到 高宏安就职后一定会查弊案的 这是他本来就会做的事情 把新竹好好翻来翻去 恐怕会害惨的赖清德 那这次的选举绿营呢 桃园会选输 就是因为新竹外溢的效应 会不会是因为就怕高宏安有动作 所以才赶快用这个罪状把他钳制住 不让他手脚再伸到新竹去 那我们看到前立委蔡正元也提到 这不过就是拿罗志正的罪状逼高宏安 不可以清查棒球场之类的弊案吗 脸书粉砖工程看政治 就提到说这个是认知作战 高宏安被绿营长时间铺天盖地的追杀 他真正的犯的罪应该是 挑战党的治权才对 那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说 律师林志群也提到 被估约谈了19个小时 律师费喷掉至少90万元 高宏安想睡觉起来恐怕是悲从中来 因为被攻击了 而是想到怎么会喷掉这么多的钱 19个小时90万元就这样子飞掉了 到底新竹市民刚选出的高宏安 能不能代表新竹市民未来要来做执政 这是他最大的靠山 第二个他也是在给民进党一个警告 我今天第一个勘察的地点 就是新竹棒球场 就是过去大家认为高度弊案可能性的 新竹棒球场的这一个场馆 那也就是跟民进党讲说 你今天要用这么高密度的检调来查我 那么未来我也要用同样高密度的检验 来检验过去你民进党过去八年 在新竹市的这些工程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等于是一个恐怖平衡 大家都在争取时间 可是回头看这一次的检调的高密度 其实我觉得民众为什么会觉得说 有一点政治追杀的感觉 原因是因为其实在选前讨论的案子 不只有高桃案的案件 你包括巴德、郭哲敏、诈骗集团 在草农地的案子 请问检调你查了吗 新竹棒球场 请问你选前到选后 你花同样的力度检查了吗 你的总图的恶功 你过关在还没有经过整体的验收的过程中 就已经开始在进行恶功的建筑 在建筑中间还要设立一个夹程 请问查了吗 巴巴会馆 大家闹得沸沸扬扬 警政高层 民进党的党政要员进入巴巴会馆 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 请问检调你查了吗 过去大家关心的中立的清普寨 这些诈骗集团把我们32位的年薪人穷尽 关在一个密闭式的空间里面 这样子的诈骗集团的作为 请问民进党政府你查了吗 这才是现在民意会觉得说 怎么样这些案件都没有查 你竟然把所有检调的资源 放在高宏安身上 整体的比例跟节奏 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太过分集中 不然我们当然是尊重司法 我们看到新竹市当选人 新竹市场当选人高宏安 测嫌了诈领国会助理费的案件 检调人员昨天兵分巴路搜寻 并约谈高宏安等人 高宏安被预令60万元交保 实质评论员谢寒斌就表示 这两天反弹声浪已经很多了 若是在明年真的把高宏安抓去关 那事情会很大调 昨天他傍晚的时候去接受申讯 反正时间越久就越危险 很久啊 十几个小时 他们有算到19个小时了 对 所以他会拖这么久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正常啦 正常在来讲你拖这么久 应该是直接转政治案之后 然后就直接申请�压 对 可是这次 60万交保 对 其实检察官只是说60万交保而已 他并没有直接申请�压 那表示有其中可能嘛 一个检察官认为说 其实你证据 你也没有什么趁共的可能性 或是怎么样 所以也没有吸压的必要 另外一种就是 这是我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其实他本来就不需要 征讯这么久 就是我故意要征讯这么久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种想法就是 其实他本来就不需要 征讯这么久 就是我故意要征讯这么久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种想法就是 其实他本来就不需要 征讯这么久 就是我故意要征讯这么久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你罪情好像很重 那案情好像非常复杂 好像你用各种手法去A 然后呢我就要求 问他你是真的 因為他實際上知道他生壓 大概也不會獲存 所以我就故意弄個60萬交保 所以我覺得凱翔那個建議是對的 他應該要學當年的蘇智芬 老娘沒有60萬 你壓我吧 壓我吧 對啊 我沒有60萬啊 我不行 我不爽交不可以 對不對 你就看他要怎麼覺得 看他敢不敢把你收壓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我覺得 那敢不敢收壓呢 不敢啊 我跟你講 你知道很多 我以前把社會宣言的很多犯人 他說法官說5萬塊交保 那個人就說我沒有5萬 他法官說3萬好不好 沒有 2萬沒有 口家喊價 我要吃牢飯就是了 對啊 因為法官 法官要盡量減少看守所的負擔 是不是 不然的話你把一個人關進去 他要吃飯他還擠在那邊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就說 就報告法官我一毛錢都沒有啊 那法官說算了 算了 滾吧 所以公安到時候 他就是我就是不要出錢 牛總就擠壓我 我覺得到最後就無保請回 他應該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是他應該做的工法 因為這樣也顯示自己 我問心無愧嘛 你要查就查 你就算是要人取貢 我都敢跟你對啊 我覺得這一招是不錯的 可惜公安沒有選擇這樣做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現在也轉政治案嘛 轉政治案就表示 檢察官想要起訴他 那檢察官想要起訴他的話 就看檢察官到底有什麼起訴 那起訴書沒有這麼快寫出來啦 所以他25號就就任了嘛 所以他一定會上任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就職沒問題 對 那他上任 你不要說上任沒幾天 檢察官突然起訴他 然後又要去羈押他 這是不可能的啦 綠營想要借這一波操作 如果你有膽敢在明年大選之前 就把公安抓去關 那就太棒了 那就太棒了 其實你看這兩天反彈聲浪已經很多了 假設他們選在明年 比如說六七月甚至八九月 就把公安抓去關喔 事情會很大條 是對民進黨很大條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 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